好,丁曉雯老師,請做講題 好,偉忠哦 你今天選了手中沙這個歌 難度很高 一進歌就是個難度 有沒有 天啊,昏迴 那個高音進來唱這樣子的音 真的不好唱 那偉忠今天呢 音色還算飽滿 但是呢 還是會讓有點嚇一跳 那個進來有一點猛衝 有一點猛衝 真的不容易唱 天啊,昏迴 這首歌它還有一個難度 就是它很多的轉音 小小的轉音 雖然都有轉到 但我覺得還不夠圓滑 譬如說很明顯的副歌的海維正 它有很多的小轉音 對不對 那個部分轉得還是覺得不夠圓潤 如果你這首歌的轉音 都可以唱得很圓潤很圓滑 這首歌就會很好聽 所以我覺得在選唱這一類歌型的時候 你真的要去耳朵張開 仔細聽原唱 它有一些美美嘎嘎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覺得原唱唱這個歌好聽 它為什麼會唱出一種氣魄出來 唱出一種氣靠出來 它其實有很多的 不管是力度的強弱 不管是轉音的方式 轉音也有慢轉也有快轉 它其實有很多的關鍵 都需要你們把耳朵張得再開一點 再聽得進去一點 再聽得仔細一點 你才能夠真正的消化這一首歌 所以偉中 這還是你要再學習的部分 然後怡婷 怡婷今天選唱的歌 說老實話也不太好唱 因為她的音階也是跳來跳去的 不是這麼順順的 她有很多大跳音階 尤其到了副歌 這也是一場劇 需要非常充足的氣 這一陣子我發覺怡婷 在選唱這類歌型的時候 其實你的氣練得非常足 我覺得以你的身材而言 相當難得 可以氣練到這麼足 知道在什麼地方換氣點 什麼地方要把氣平均分配在 每一個字裡面 這一點也是做得相當相當好 但是今天這個歌到了副歌 因為這個歌篇幅真的很大 難免唱到後面 會有一點點後繼無力 氣有點撐不住 最後要提醒一個部分 我們有的時候會說你唱歌哭腔重 對不對 喉音重 今天這個歌呢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你的一些哭腔 但是你的呼吸 你包括呼吸 都有哭腔 你知道嗎 要去練習 好嗎 加油 好,謝謝老師 菲英姐老師,請 偉忠,這種歌曲 坦白講,真的唱出來也要灑脫 這個口氣的情感的味道要唱出來 其實你很認真在唱 第一句就聽哭腔 那一句就很重要了 那是一個喊出來的感覺 而且很自然 你不要去急 其實我覺得你最近的音色 很不錯,蠻穩的 但是就是說 這種歌坦白講 是不好唱 真的不好唱 所以你們真的選歌 要聽得很清楚 很有感覺 你才把詮釋這首歌 好不好 好,加油 那麼怡婷呢 其實你前面的主歌 我覺得 有在等待的感覺 就等待嘛 有在等待 但是副歌力就沒有了 因為一直連下去 一直連下去 一直連下去,連作會 變成你的力量就不夠了 所以會連連,連連作一會 但是我覺得 你的口氣全是很棒 你的穩定度好在哪裡 你最大的優勢 但是呢 就是剛剛老師講的 口氣、口聲 這些要注意 不要太多 太多還是會傷到這首歌的味道 好不好 好,加油 謝謝老師 吳文聰老師請 好,韋忠 一般人在選曲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 我選這個歌詞短一點的 這樣比較不容易 唱錯歌詞 那這首歌 果然也達到這個效果 因為它歌詞真的很少 那當你選這種歌 說實在 也賺不到太多的便宜 原因是因為這首歌 因為它歌短 所以你就 既然要選這樣的歌 你應該每一句 都不能很馬虎的待過 我要怎麼唱 我都要先想過 這句要這樣唱 下一句要怎麼唱 這要去思考過 這歌才會 我覺得才會好聽 那你今天這首歌整體表現來講 我是覺得 沒有太大的失誤 就是細節方面做得不夠好 所以你要記得 我剛剛給你提醒你的 這要思考一下 然後呢 儀婷呢 今天跟韋忠 大大不同是 你的歌詞大概它是一倍以上了吧 這歌詞 那我覺得說 今天這首歌聽下來 其他前面評審都講過一些問題 你的基本功能部分 我就不再跟你討論了 那我討論就是 韻腳的處理 像這首歌的A段 茫茫的茫 情香的香 槓 桑 全部都是壓 嗯的韻腳 對不對 你在唱歌在處理這個韻腳的時候 我發現你回去仔細看看你的嘴型 比如說那個 槓 你會先把槓 這直接就嗯上去了 槓 翁到嗯這個口氣的時候 你應該再做一個緩和 不要那麼快就嗯上去 比如說 槓 不要槓 或者是 啪 太急促了 聽起來就會有降氣 不夠鬆 這是我A段我覺得 提供給你的參考 第二個就是副歌 因為它歌詞真的很多 字又很密 光是要把字咬得很清楚 讓聽的人進入那個歌的情境 就已經不容易了 但是你很大膽挑這個歌 你很努力想把它唱好 但說實在 我覺得唱到字多的時候 一口氣要唱這麼多字 很顯然口氣就會變急 你拍子就會越唱越快 所以我覺得選歌 你還是要思考一下 好不好 加油 好 謝謝老師 接下來你們看分數 首先看挑戰者 曾偉忠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好 我們看曾偉忠 可以得到十分 八十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十 九十分 十分 十分合作十八分 成績不錯 能夠站到九字頭了 接下來看衛冕者 陳怡婷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好 我們看陳怡婷可以得到七分 衛冕六關的陳怡婷 今天能否晉級過關呢 八五 八六 我們會說 五 八六 五 八六